契度决定的高度 有一个公司的重要部门的经理要离职了 董事长决定要找一位才的兼备的人来接替这个位置 但连续来应征的几个人都没有通过董事长的考试 这天,一个30多岁的刘美博士前来应征 董事长却是通知他凌晨3点去他家考试 这位青年于是凌晨3点就驱返董事长家的零 却未见人来应门 一直到8点钟,董事长才让他进门 考的题目是由董事长口述 董事长问他,你会写字吗? 年轻人说,会,董事长拿出一张白纸说 请你写一个白饭的白纸 他写完了,却等不到下一题 疑惑地问,就这样吗? 董事长静静地看着他,回答,对 考完了,年轻人觉得很奇怪 这是哪门制的考试啊? 第二天,董事长去董事会宣布 该名年轻人通过了考试 而且是一项严格的考试 他说明,一个这么年轻的博士 他的聪明与学位一定不是问题 所以我考其他更难的 又接着说 首先,我考他牺牲的精神 我要他牺牲睡眠 半夜三点钟来参加公司的硬考 他做到了 我有考他的忍耐 要他光等五个小时 他也做到了 我有考他的脾气 看他是否能够不发飙 他也做到了 最后,我考他的谦虚 我只考堂堂一个博士五岁小孩 都会写的字 他也肯写 一个人也有了博士学位 又有牺牲的精神 忍耐 好脾气 谦虚 这样才得兼备的人 我还有什么好挑剔的呢 我决定任用他 作为董事长看人的角度 非常独到且正确 可不是吗 气度决定了一个人的高度 一个有气度的人才有成左见右 否则他未来的成就 势必会受到局限 在谨记 这次就是力量的同时 也不妨也提醒自己 气度决定的高度 这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 在我们追求知识 升学 才艺 但同时 千万不要忽略了 所谓的内在 除了充实知识 才艺外 还包括了充实修养 品格 爱出者爱返 浮王者浮来 您读完本篇文章时 你有两种选择 一你可将它传扬出去 传播一些积极的信息 让时间多一点爱 二 你也可以根本不去拟会它 就像你从未看见一样 可能你一个小小的分享动作 就可能照亮无数人的人生 人因梦想而伟大 更因行动而成功 你应学习而改变 请把您的爱心传递下去 帮助更多人成长 感谢您的支持 这就叫爱出者爱返 浮王者浮来 传播正能量 拥有正思维 正能量